其实我觉得女生 毕竟我觉得亚洲女生 跟外国女生不一样 如果你今天交往这个女生 是白人女生 也许她会蛮主动 因为她要跟你表示 她的感激之意嘛 因为毕竟礼物也收了 而且我还给你 那么大的一个暗示 我们都已经同个房间 虽然说不是同张床 可是我发现我觉得亚洲女生 男生有时候还是要 多细腻地观察一点点 有的时候我觉得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是尊重她 可是我觉得对女生来讲 我的暗示非常的明显 我们已经是同个房间了 因为我当下是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她刚好 感情是低潮 那我不想要趁虚而入 然后再加上我对这个女孩子 是真的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如果趁虚而入的时候 后来当天我们可能 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的话 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很愧疚 我反而会对自己会很自责 对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 正当下该发生的事情 你那边有睡吗 我睡啊 失眠啊 我相信那女生应该也没有睡着 因为我觉得她可能心里 也是在想说奇怪 你怎么没有舍过来 其实我觉得他们反而两个 都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境界 就是说你也没有做那件事 对不对 而且没有做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嘛 然后对方其实在多年以后 也证明是 他很珍惜你这个礼物 不然怎么还会就是舍不得出来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聊聊天 有 我们那个晚上一直在聊天 很累啊 他聊天很累 难道要他们做瑜伽跟冥想 我觉得那天晚上好有意义 那天两晚上他们两个都成佛了 真的 都升华了 柏拉圖啊 男生有时候真的在最后 就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啊 真的要出手 很出手咧 怎么出手讲给我听 我说我跟我男朋友他 我们是去年下旬的时候 下半年的时候确认 那那个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男生在追我 而且追得非常非常积极这样子 然后我其实 因为我跟现在这个男朋友 我们其实前面拖很久 就是认识期拖了很久 就是要不要在一起也 他也 因为他很龟毛 他好像感觉有一千个条件 要让你全部符合之后 他才要做决定 然后你是等等等 就等那么多年 你是等已经有点烦了 你就觉得有诚意的男生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就遇到那个男生 我觉得对方的条件也很好 然后我也蛮心动 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 你看人家就是整个态度明明白白 就说马上就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他也不会说什么 还要再多看谁了这样 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就决定要跟对方 我决定要给对方一个机会这样 虽然我跟他认识比较久 结果后来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那他已经 他其实已经思考完了 他只是没有跟我讲而已 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行啊 因为你已经拖太久了 你知道站着毛坑不拉屎也很久了 毛坑不拉屎 那你到底要我再等你多久 毛坑的字眼都出来 多焦虑 我是想说女生的青春不能等 你原来青春不能等 我其实也是会焦虑 不要这样坐在这边都很泰然自落 还是有一点担心 然后对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 然后结果后来他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说不行 因为你前面给我那个 台系托棚这么久了 就说我决定不要给你机会 都冷掉了 然后结果后来他那个时候就买了机票 马上从美国就飞回来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那个动作那个举动 然后马上就说要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什么什么等等这样 我觉得那一个瞬间他如果没有回来 我觉得我跟他应该就不会在一起 我就会跟别人在一起 女生跟男生住在同一个房间 应该已经是OK了吧 如果我邀请一个男生说我们可以在一起睡一个同一个饭店房间 那绝对是觉得那个晚上可以怎么样 对那个层次就等着你来攻破 结果你竟然没有兴兵攻防 因为我不太会下棋 不知道游戏规则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就出炮就OK啦 是不是要玩下棋 对不对就将军 我是认为说那个宏伟呢 他是台湾 亚洲的男人 他就会认为说不要趁虚而入 然后呢这样子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 有送东西是有目的 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事实上在那个Centia的小马 那个YGS跟西方一样的 就是说我跟你发生性行为 是我们两个在享受这样的愉悦的关系的时候 并不代表我们对未来有什么承诺 现在是现代人对性的观念 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 但是他就是拥有台湾的台湾人说 我今天如果下去不需要承诺 如果没有承诺会安全 不然他如果安全 我们就会安全 想想这个 没有 可是我觉得 我最近有遇到一个朋友 就像他这种状况 就是陪一个断不干净的女生 然后可是又聊得来 所以也同样去旅 然后这个男生是非常喜欢这个女生的 我告诉你他也跟他发生关系了 这结果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好在哪里 就是一个女生要从一个感情抽离出来 这个过程有时候会真的需要一个伴侣 就是讲话的伴侣 然后他可能也对你有好感 然后他也很努力要去爱你 可是不一定能做得到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过程 也会让男生就说 突然想要出手 就像出炮 会犹豫 为什么 因为这个泡出去感觉很容易失败 很容易出状况 就是你这个宁愿你都不要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男生 也被这个女生这样拉拉拉扯扯 感情没有那么深的变得很深